正確! 文化的漆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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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買一個肉餐 試一下這個 中了 哈嘍大家好 今天的購物清單呢是關於一些食品類的 晚上想做一個紫菜湯給小孩子們吃 結果發現家裡沒有肉了 決定就去超市買一點菜啊食品啊之類的 那因為這邊除了美國超市之外 其實中國超市韓國超市 甚至於日本還有其他國家的一些超市 幾乎都可以找得到 如果是我要專門要去買一些肉類的 那我就會比較傾向於選擇美國的超市 美國超市的肉部的話 我覺得種類會比較多 除了牛肉雞肉 然後豬肉之外的話 還會有很多一些羊肉 就是一些羊排啊 還有一些鴨肉 而且它各個肉的部位包裝的都比較多 而且你知道美國人比較喜歡吃肉 所以就是它整個是大包裝小包裝都有 然後各個部位不一樣的肉都有 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逛一下美國超市 如果是真的是買肉的話 那今天我去的這個超市就叫Shoprite 那我本來是想要買豬排 那豬排的話就是做來湯會比較好喝 然後我又想買一個羊排 因為羊排你醃一下 然後呢跟菜再一起煎一下 就非常的好吃了 那結果今天是星期三 然後我早上過來 所以剛剛九點多過來的 肉部肉沒有太多 就是它還沒有放太多 所以羊肉沒有找到 所以沒有買到 那肉部的話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買的肉好了 這邊 這個 這個是Porks Bear Ribs 豬的類骨 它一磅的價格是3.5毛9 然後它這一排下來是7.5毛9 然後因為找不到羊排 我就想說 那小孩子比較喜歡吃那些 義大利麵食 所以就做一個Italian就是 Meatball 然後我找到就是這個 然後我買了這個 這個是Beef Pork Ville 它一磅的價格是4.4毛9 然後它整個一個這個是5.3毛9 比較好是第一個 它上面它都會寫著說 它是幾點做出來的 它這個上面是寫著它Freshly ground on today April 10th 就今天它剛剛就是把肉就是抹碎嘛 就是黏碎的 所以今天買的肉就是這個 所以待會回去做 就是要做一下紫菜湯跟義大利 米包 That's it 全部東西買完之後發現 今天晚上要做義大利米包的話 就缺了一個蕃茄 所以剛剛又跑進去買了蕃茄這樣子 這種蕃茄英文叫 Tomato on Vine 這個是1塊7毛9一磅 所以這一塊4個是1塊9毛9 所以過來還有買了一個Blueberry 這個叫Jumbo Blueberry 就是很大塊的 這個會比較貴一點 這個是7塊9毛9一個 然後我買了兩個 早上美國這邊小孩子都是會吃Cereal 那Cereal可以當早餐吃 還可以當零食來吃 我一般都是會買一個比較小孩子口味的 另外一個是買一個給大人吃的 這樣有時候混在一起給小孩子吃 兩個小的比較喜歡吃這個 這個是Lucky Charm的 然後它這個我也非常喜歡吃 是稍微甜的 它裡面有一些 Charm 就是有顏色的這些部分 是長起來像棉花湯一樣的 然後它後面呢也會有一些這些玩具 然後小孩子也可以玩一下 這個是5塊3毛9 因為我買的是大包裝的 那我自己的我選了一個這個 後面也是有一些game可以玩的 那這個就是你剪下來 然後它每個有兩個一樣的卡片 然後你就把它Facetime放在桌子上 然後你就轉開 就是Find the Match 找一樣的 這個是4塊4毛9 那Cereal呢一般都是泡牛奶喝的嘛 那牛奶的話 因為我們家兩個小的 都是有奶製品過敏的 就是他們過敏是雞蛋奶製品 所以所有的那種烤牛奶 然後還有一些 Cheese Butter 這些東西都是不可以吃 那他們喝的牛奶呢 我一般都是給他們喝杏仁奶 這邊叫Almond Milk 美國這邊比較好吃 它牛奶的種類非常的多 我這就是奶類的種類非常的多 正常的那些牛奶之外呢 然後它還有Almond Milk 然後Coconut Milk Hand Milk Flexed Milk Oat Milk 就是真的是種類非常多 所以如果是你奶製品過敏的話 就是Plan-based的那些牛奶 非常多的選擇性 今天買的是兩個不一樣的 但是都是杏仁奶的 Yuna跟Jimmy是基本上都會蠻喜歡喝這個 從小到大都是一直喝這個牌子的 Blue Diamond的杏仁奶 它Flavor它整個味道不一樣的很多 這個是Original的 原味的 就稍微帶一點甜的 然後這個是三塊九毛九 因為Cereal本身是稍微是甜的 所以 給他們配Cereal來吃的時候 我都是配一些不甜的一些牛奶 所以我買的是這個 這個是另外一個牌子 叫Pacific的 那這個牌子比較好吃 你可以看到這邊寫著 USDA Organic 就是美國是一篇認證的 綠色產品 然後這個是三塊二毛九 然後還買了小桶裝的 這樣會比較方便 有些時候小孩子要出去玩的時候 帶一瓶出去就會非常方便 這個也是Pacific的 這個一整包呢 是四塊七毛九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個價格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的量是不一樣的 這個確實會比較多 然後我剛剛不是說 兩個小孩子對奶製品過敏嗎 所以吃冰淇淋的時候 所有的這些市面上的 正常的那些冰淇淋 有奶製品的 他們幾乎都不能吃 所以可以吃的就是 那些水果味的 如果選擇沒有奶製品的話 像這種 Italian Ice 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它這個牌子出來的 味道還不錯 這個是Yuna跟Jimmy 非常喜歡吃的 Yuna是喜歡吃 Strawberry的 然後Jimmy呢 是喜歡吃西瓜口味 這邊是有六個 然後是三塊九毛九 然後一般 小孩子的早餐的話 除了Cereal吃 有時候也會吃麵包 那有時候麵包的話 就會加這個 Turkey breast ham 它這個ham是有分 ham的話 是有分很多 不一樣的肉類的 有雞肉 牛肉 豬肉之類的 那我是比較喜歡選這個 Turkey的 因為 經常都不會吃到Turkey的 所以呢 ham是會選這個 這一個是三塊九毛九 好 以上就是 今天的購物清單了 所以其實相比較之下的話 嗯 美國這邊的 吃的一些東西 其實還蠻算便宜的 好 那我們就在下一個視頻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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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